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学佛了 大家都应该互相称师兄 也称为道友 道友就是以道为友 大家在一起的目标就是为了学佛 是为了修行 不是为了拉帮结派 也不是为了攀缘 大家心中有个共同成长的目标 这样关系才能长久 有的人把佛友昏为朋友 并不赞叹 朋友总是世俗化 佛弟子之间谈论的更多的是佛法 而不是别人的婚姻 感情 事业 这些都要远知 可以给他建议 但不能插手 这样就夹杂了 不纯了 以后慢慢的就有烦恼 有的人进入某些团体 就想着跟谁特别好 世俗上可以特别好 但在佛门中应该平等相待 不要有特别 靠太近了就会有怨 朋友好起来可以两肋插刀 如果有怨恨了就有烦恼了 有这个想法就是染污 如果把佛友当成朋友是很可惜的 最后连佛友都做不成了 要谨慎 还有 不要以世俗的观念来看待佛友 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 不管你有钱没钱都是一样的平等 佛陀是太子出家 历史上皇子出家的实在很多 比如说达摩祖师龙树菩萨 尤其是印度那里特别多 中国也有 梁武帝也出家 还有唐朝的宰相裴修 也送子出家 他儿子是汉林 出家后法明法海 这说明什么 进入佛门就要放下世俗的成就 世俗事业再大 有佛陀大吗 当然 在世俗有成就也是福报 也是值得赞叹 但在修行的高度应该是平等 只有这样才能生起对法的信心 而不是来佛门了 还在攀比 佛友之间不谈是非 不谈世间的事情 要知道道友很难得 这个叫同行善知识 如果修行只有你一个人 能修得下去吗 肯定不行 要有善知识 其中教授善知识 护持善知识 还有同行善知识 然后你再想 你身边学佛的多 还是不学佛的多 所以要珍惜啊 在城市 年轻的道友多 有共同话题 那如果跑到偏远乡下 学佛的都是老太太之类的 你说你能有多大的信心坚持呢 要把道友当成宝贝来看 大家来共同守护一个道场 要珍惜 你有世俗的事情 可以跟世俗人谈 好不容易遇到了道友 就好好谈佛法 谈修行 有的人到了寺院不谈佛法 就谈世俗 这就是颠倒 红一大师说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如此 淡淡的就好 如果真的在修行的 大家的心都是相通的 不用太多的话 如果不在修行中说太多 心灵也无法靠近 所以到道场后尽量少说话 多念佛 多看佛书 道友之间关系要清澈 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以佛法为桥梁 这样才能长久 要搞是非 搞人我 搞世俗的人情 那就得到世俗中去 当然 也不是说学佛了 就一定装得很清高 心怀感恩 报恩道友的心是要的 行动上也可以做 去关怀道友 但在心里要明白 彼此是道友 是为修行而来 不是为攀缘而来 学佛人互相之间称联友 意思是像莲花一样的朋友 这实在是最吉祥 最美丽 最尊贵的称呼 一个人一生 能拥有一个像莲花一样的朋友 可谓幸福满足 如果我们被别人称作 是莲花一样的朋友 可说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与赞美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若有钱即是朋友 无钱不是朋友 则是被金钱所染 有权时高朋满座 无权时一个不来 则是被权威所染 顺我之情即是朋友 不顺我情即不是朋友 则是被情感所染 赞同我就是朋友 反对我就不是朋友 则是被之见所染 经常联系即亲近是朋友 常时不联系即淡漠非朋友 则是被时间所染 还有的人亲近师父 但一靠近师父 就容易观察师父的过失 结果不仅得不到加持 反而造业 这也要明白 为什么会观察过失 因为靠得太近了 加上自己业障重 得不到功德 这也很糟糕 就容易染污了内心 作为居士 一定要和出家的师父们 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佛法的问题 就恭敬地请教 没有问题 就好好安住 自己当前的状态 好好学习 不要随时随地 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 就给出家师父们 发信息打电话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们此刻正在忙什么 他们此刻正在 安住于什么状态里 有些修行已经上路的师父们 时刻都会安住于他们 所证悟的境界里 不愿懈怠 不愿散乱 不断巩固 念念经济 以求早日成就 广度众生 不是他们不慈悲 不是他们不想离我们 而是他们的境界 目前还不允许 他们过多的分心 他们目前还达不到 那些高僧大德们 能行住坐卧 笑谈风生 随缘开始中 安住三妹的功夫 过多的迈迹干扰 会让他们心神不宁 甚至痛苦 尤其是在他们的心气 入法性 快要入定的时候 一个突来的声音 就会让他们心惊肉跳 甚至发疯 很可能因此而落下病根 从此不能再修订 不到他们的境界 我们真的体悟不到 理解不到他们的心理状况 如果我们随着自己的习气 用烦恼是非的心 去揣摩他们的心思 那样只能产生误会 徒增烦恼 而事实上 他们平时会不失时机的 给我们几句开示 让我们的心豁然开朗 我们应该很知足 很受用了 出家的师父对你好 是因为你的德行 努力和改变 令他们欢喜 对你抱有成绝的希望 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善姻缘 跟随他们的教导 努力的修行 他们才能欣慰 宁动千江水 不动盗人心 倘若我们有时间 就找他们闲聊 生活琐事 家常理短 仍我是非 这些无知的罪过 真不知有多大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什么方式 与出家师父们建立关系 维系的多么好 多么亲密 自己不断习气 不学不修 还是要继续轮回 甚至造了无量的罪业 自己还不知道 又有什么意思呢 倘若又因此耽误了 师父们的青春 我们如何对得起他们 和忍痛割爱 支持他们出家修行的 生生父母呢 即使宿世 你们还有所谓的 沉缘未了 现在既然学佛修行了 就该明白 人身难得 佛法难遇 出家机缘更难得 以解脱轮回为追求 绝不能再纠缠不修 妄想着将已经 舍离五欲的 出家人拉回 俗世烦恼之中 夺一反俗 五无奸 强迫僧人还俗 死后堕入 五五奸地狱 那个大罪 你受得了吗 即使他们可怜你 无可奈何的 随顺了你 但是他们清静习惯了 早与社会有了断层 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 争名夺利 是非恩怨 他们什么都不会去计较 只会宽容的说 随缘吧 他们一次次都会这么做 这样会经常 让你恼怒不已 平时对师父们供养完了 我们的功德福报的种子 就已经种下了 不要再奢求师父们 能对我们说些什么感激 感谢之类的话 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因为他们不会把 我们的虔诚 供养功德 只编成谢谢 两个字回报给我们 能有机会和能力 无所求的供养三宝 正是在做 福会双修的功夫 我们已经很有福报了 还在眼前 无事地计较些什么呢 居士们 千万不要让出家的师父们 随着我们的需要而转 跟着我们的习气疲惫 无奈 出家人不是圣 不是仙 不是你的保护神 是割舍了一切的贪执 享受 放弃一切的情爱 私欲 献身三宝 传续佛法的人 是修行暂时 还没有成就的人 绝不可能令我们 千处祈求 千处硬 不可能什么事 都让我们顺心如愿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